今天蒙恩典的经文 是约翰福音13章32节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 阿们 有一马那里唱诗般的现实 和那些一管学音乐团的演奏 领像之后 我们来听主人牧师的正道 天国第四十 新耶路撒冷第九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及全国之交会 各位圣徒 日声殿各位圣徒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 做礼拜的各位圣徒 各位即先关注 今天将接着上一讲 说明新耶路撒冷圣灵的领域 在奥运会颁奖仪式上 有一位金牌得主 流下了特别多的眼泪 他说他的绰号为练习虫 每天都参加训练 几乎晕倒 这位选手在获得金牌后 接受采访时这样讲道 训练太累 每天都一泪度日 但那眼泪对我来说 是非常幸福的瞬间 我幸福地参加了坚固的训练 幸福地参加了比赛 这位选手 这位选手仰望金牌这一目标 相信只要努力 训练就能获得金牌 因此哪怕是地狱式 训练也带着幸福地参加 让我们圣徒们 哪怕是一天的这样的训练 可能我们大部分圣徒 中途大部分都不会抛弃的 更何况如果是向着 将得享极大荣耀的 新耶路撒冷 为目标前进的圣徒 那么应该以何等心态 过信仰生活呢 无论遭遇何等艰难痛苦熬炼 也要因仰望将来要得享 天上的荣耀而战胜 这时间向大家介绍 以再以打完美好的仗 得胜进入新耶路撒冷的 一位圣徒 和新耶路撒冷圣灵的领域中 规模最大的入寨 奉主圣明 志愿大家通过话语 能够更加确信 我也能做到 而成为天国的金牌得主 亲爱的观圣徒 设计天国 并在天国建造房屋等 所有事情的总监督 是主耶稣 父神已经把所有的权势 都交给了主 并且神以欢喜的心 望着主所成就的事 因为主准确地按照供应 预备圣徒们的家 但主并不是亲自建造 所有圣徒的家 主进行设计 天使长就会按照其设计 与中天使们一起建造 并用宝石装扮 首先确定赐给每个圣徒们的天国的地图 当然这仅 限于进入第一层天国以上的住处 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正如这节经文所记载 根据灵魂成就温柔的程度 主说赐给更多的地图 可能有很多人 这一辈子都没有拥有过一百坪的地图 比如说在我们韩国 有些人一生也没有过五十坪的地 生前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纸租 月租或全租 那样的人都特别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地图 那这样的人如果想愿望成真 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我连一百坪都没有 如果想愿望成真 该怎么做呢 成就温柔就可以了 神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拥有这世上地图是没有用的 神所说的地图是承受天国永远的地图 而且也不是有土的这样的地图 这只是为了让我们理解说成是地图 神说要让我们永远承受地图 所以越温柔就越会让我们承受地图 在这世上没有自己地图的人 希望成就温柔 承受地图 天使们顺从主的话语 用线画出相应的区域 在天国划分区域 并不是像这世上一样 在地面上划线来区分 而是用光环绕 划定界限 当然新伊鲁萨冷城墙 是用碧玉启成 是与第三层天国区分的 这是为了蕴含特殊领域的含义 进入神领域的旧约时代属神的人 他们的房屋的墙 是用黄金宝石砌成 大部分用光划定区域 另外除了主和圣灵之城 等特别几位之外 在天国大部分圣徒之间 都会用光来围绕划分 划定区域后 天使就会按照主的设计 在里面建建制物 装扮庭院等 另外按照将入住的圣徒的奖赏 装扮房屋内外 贴什么样的宝石 准备什么样颜色的衣服 壁画和字句 记录什么样的内容 一切都在主的设计图 设计图中 天使长和天使们按照设计图 一一精心装扮 有的圣徒的房屋里 父神或主亲自还刻上字句 父神用话语创造了天地万物 主也一同成就了创造之功 科连多前书八章六节说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贵于他 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因此父神也可以用话语建造天国的房屋 然而神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由主亲自设计 通过中天使一一建造 特殊情况 主也会亲自参与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了让圣徒们感受到 父神主圣灵的细致入微 细致入微的关怀 另外这样一个个细致建造的 主和望者那样的主的父神 将会得到极大的喜悦 按照公义赐给现在的灵魂们 最好的奖赏 本身就是一种喜乐 既有已经确定进入 新耶路撒冷信心的古人 也有正在处于过程中的圣徒们 每当在从中出现 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圣徒时 父神和主会非常喜悦 每当听到我国选手 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消息 国民是多么欢喜呢 进行决赛时 众人紧张观看 希望一定能获胜 希望大家领悟到 我们的父神和主望者 在这末时的我们 也是如此 与仇人魔鬼争战中战胜 离弃罪 离弃恶 成就善 尽如灵时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多么欢喜呢 在信心第一阶段 进入第二 三 四 五阶段时 神会多么欢喜呢 成就全灵的人 做出了忠诚 一切都会积累成天上的墙上 这样主就会扩建他们的地图 并在里面准备其他的建筑或设施 这绝不是繁琐或麻烦的事 主因极大的喜乐与欢喜准备 亲爱的各位圣徒 接下来说明已进入 新耶罗撒冷的一位本教会圣徒 事实上 周围的住处 在新耶罗撒冷圣灵的领域外围 因为他在最后勉强 添冲了为进入新耶罗撒冷 全家精重的分量 接下来说明他的信仰师 请与大家的信仰做比较 以此检查自己的信仰 他全然不爱世界 一点也没有享受这个世间的快乐 大家当中会有多少人这样不爱世界呢 他一点都没有爱世界 也没有想要享受世界的快乐 世间的娱乐 只为神的国 神的功 带着新耶罗撒冷的盼望 以不变的恒心奔跑 从善的角度来看 他已经到了 进入到了善的最高阶段 为了神的国 为了神献出 他进入到了献出生命的善的阶段 他成就了主要是为了神 为了主 不惜生命的善 在温柔方面也充分添冲了进入新耶罗撒冷的分量 我观察他许久 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 论断或定罪于他人 并且也没有看到过他猜忌嫉妒 也没有看到过他议论 也没有看过他指责或别人的缺点 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 到指责家人或丈夫的缺点 也没有看过他发过血气 也没有看过他皱眉头 也没有看过他不顺心 不仅没有看到过 与为首的故人和他人发生过碰撞 也没有看到过他因为他人而伤感情 所以从来没有听到 听别人说和他发生了碰撞 因为他伤心难过 或者因为他跌倒了 我看他常常心善温柔 在他身上找不到各样的恶事 而且他常常尽忠于神的国 他不仅参加各种礼拜 而且还没有停止祷告 凡事他该参加的 他从不缺席 无论何事 都把神的功放在首位 做神家的事从来没有不平不满 这与莫达拉的玛利亚极为相似 我知道在家庭中有很多事情 可能会对丈夫感到不满 然而他从未吐露过不满 也没有提到过丈夫的缺点 他的口中常常只有善的言语 爱的言语 真理的言语 因此从圣洁方面来看 他充分有资格进入新耶路撒冷 但却在全家尽忠方面有一些不足之处 那正是家人的信仰问题 尤其是他的丈夫信仰水平 非常让人担心 这时他患上了疾病 他生病不是因为自己的罪 而是因家人常常担心而放不下而生的病 后来丈夫才知道这一事实并做了悔改 但岁月毕竟已流逝了很久 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 他病得太重 已经超越了神医治的公义的线和生命线 最终他归天家了 他以至于用这样的方法来填充 在全家领域中稍有不足的部分后归天家了 因此他完全具备了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资格 但他只是勉强进入了新耶路撒冷 顺便向大家说明 进入权林就能成就家庭废话 因为进入权林的人的口 所有属灵的权势 但并不都是这样 就算进入了权林 也没有成就家庭废话的情况 那是因为拥有的地是路旁地 路旁地即便开垦也是没有用的 心太恶 如同热铁烙灌了一样 心没有善可进入的地方 没有真理可进入的地方 除了那样的情况都会成就家庭废废话 进入灵也会成就家庭废话 那么进入权林就会成就家庭废话 在我们主的十二门徒当中 加略人犹大 也没有成就废废废话 他看到那么多主行的神迹与骑士 看到救国已死四天 并且臭的拉萨路 也没有悔改 没有离其心中的恶 这样的人也是有的 除了那样的情况 进入权林就会成就家废废话 都会好好过信仰生活 另外向家人提供属于的爱 凡事做出让人感动的佛事 没有家人不会被感化 所以进入权林的人的证据之一 正是家庭废话 在信仙的第四阶段 有很多正在向百分之百 家庭废话发展的情况 以这些为标准 大家就可以知道 现在自己的会进入 哪一层天国住处 接下来说明他在新入桑的房屋 他也还没有进入自己的房屋 因为进入新耶罗萨朗的人 也要等到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 才能进入自己的家 他现在占居在新耶罗萨朗的 另一个空间 那么神赐他什么样的奖赏 房屋又是如何布置的呢 他在世期间 常常思想神的国 一心愿成为主的喜乐 因此他也没有疏忽于 管理灵魂的使命 常常心怀灵魂 而且每当他遇到困难时 他不是看现实 而是思想着新耶罗萨朗而战胜 在这些过程中 他常常忍耐 他因心存心入桑的盼望 忍耐了所有的熬炼 对此神赐他赏赐 那就是用宝石 宝石美丽装饰的各种装饰品 在世期间 人们搜成宝石装饰品 摆放在装饰品柜里 就像这样 在他的房屋里 也有各种宝石装饰品 在这地上所忍耐的每个瞬间 在天国积累成 如此美丽的奖赏 而且在这世间时 有些事情他很想做 却未能做到 于是他先有所判 到了天国 一定要这样做 那就是像准备迎接新郎的新妇一样 不论是心里 还是身躯与姿态 都愿装扮美丽 他常常思想美好的 常常追求外貌美丽 但并不是说奢侈 或者穿了昂贵的高级服装 虽然穿着常常褐素 但外貌 头型 穿着 面容都很洁净 他思想折心尤罗萨罗 尤其是有种衣服的颜色 他非常想穿在身 那就是漂亮的粉红 粉红色和美丽的浅绿色的衣服 或是因了解他的心 赐给他如此美丽光彩的服饰 与适合于其服饰的装饰品 另外在他的房屋里 也有字和画和字句的装饰 里面包含了在这地上 他常常忍耐流泪祷告的内容 和心中告白的内容 在世期间 他因性格未能直接告白 而只是在心中告白 他在心中告白 希望在天国与主手牵着手漫步 我爱你 这些心中的告白和心怀 盼望的内容都被装饰成画和字句 在那些装饰中 还刻有告白如实的内容 另外他的房屋里的庭院 用像玫瑰一样的花来装扮 他常常思想 愿在房屋院子里 用玫瑰等美丽的花来装扮 因为看到花很美好的 就会加增对天国的盼望 他常常盼望走在天国的花路上 称颂父神的那日 父神纪念他小小的盼望 在天国如实为他成就 另外他还将得到可作装饰的宝石 手势 他身为女人也有想要拥有过 父神纪念他的心愿 以此偿还给他 他在世期间虽然想拥有 但因情况不允许 使他也并没有为此而感到心痛 因为比起拥有这世间美好的 天国的盼望更大 而且他相信到了天国 就能享受到一起 如果他能够更加尽忠于全家 就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的中心部 因没有做到 虽然位于新耶路撒冷内 但只停留在外围地区 因此有些遗憾 然而只是因进入新耶路撒冷这一世界 他将得到许多安慰 当他看到天国 父神如实以赏赐藏还给他 身为女人想做 却未能做到并且自己放弃 而是他将献上无限的感激 衣服的颜色 装饰品等 就连小小心愿 父神都如实地偿还给他 因此他将深受感动 亲爱的各位圣徒 现在开始说明新耶路撒冷胜利的领域中 规模最大的主展 其规模宏大极其广阔 预计要讲到下一讲 而且还是大致的说明 大家听这样的说明 也可以预想一下新耶路撒冷里 我的房屋是什么样子的 希望通过这句这话语 来衡量一个人在新耶路撒冷 能够得到多么大的奖赏 与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的人不同 我们的父神至大无极 因此只要合乎功力 就会赐我们丰厚奖赏 希望圣徒们心怀更多的盼望 向这新耶路撒冷奋利的华信心之讲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 圣徒的领域中规模最大的住宅去看看 这住宅也是一座城 首先说明这座城的整体结构 就是城中央有正房 其城墙为双层 中央正房和外围城墙之间 即中间位置还有一道城墙 正房到中间城墙的内城 和中间城墙到外围城墙的外城 分为两等 因此若要进入这座城的正房 走过正门之后 在中间地点还要再经过一个门 外围城墙上有好多个门 位于正房正面垂直线上的门 就是正门 正门被各种宝石装饰 并且有两个天使守护 两个天使具有男性面孔 大有力气 他们目不转睛 面无表情的站立 令人望之俨然 正门两侧里有巨大而美丽的原著 一望无际的城墙是用各种宝石和鲜花所装饰的 在天使的引导下走入自动开启的正门 里面就会射出美丽的光芒 从正门到正房延伸着水晶般明亮的金金街道 街道朗侧以各种美丽而珍贵的树木和鲜花装饰 其中还有黄金宝石树 树上结满了宝石果 在吃宝石果 果实入口即化 味道十分可考 令全身充满生气 并充满喜悦 在天使们的引导下 顺着金金街道走下去 两旁的大而饱满的 形形色色的鲜花 争齐豆艳 吐鲁芬芳 欢迎访客 另外还可以看到 金草坪和各种树木协调搭配的美丽景观 披着金色羽毛的鸟儿 在树枝上用清脆美妙的声音 叽叽喳喳地叫着 并且还可以见到高大或可爱的动物 许多动物在各处游走的草原 顺着金金街道前行 不知不觉地到了第二个城门 这正是区分内城和外城的 中间城墙的门 走过这第二大门 有个地方如超大型的停车广场 这里停放着多部自用轮车 在耀人眼 木的银白色的自用银车中 还可以看到黄金车 这黄金车用世上看不到的巨大钻石和宝石 装点 这黄金车 当黄金车在天空行驶时 大而归立的宝石闪耀着流星般灿烂的光彩 点缀晴空 点缀晴空 行驶的速度比 云车快得多 黄金车是神刻意为这家主人所预备的 是一元独坐的专用车 反问这座城的客人 在这里可乘坐自用银车 自用银车安装着四个轮子和两个翅膀 在地上跑时靠轮子 在天上飞时轮子自动收回 翅膀伸展 乘坐自用银车即可到达位于中央的正房 位于这座城中央的正房 比这地上的任何建筑规模都宏大 共有三层 这是大概想象化出来的 建筑每层成圆柱形 越往两二层三层越窄 三层的顶部是洋葱形状的圆顶 大家看画面不要认为就只有那么大 其大小是超乎想象的 这是缩小化的 该城是用金金和碧玉筑成 蓝光和透亮的金光和谐交融 散发绚丽灿烂的光彩 其光辉极其强烈 给人一种生动活泼的感觉 旁大的整座城发出灿烂的光辉 给人一种缓缓转动之感 这城墙刻有许多图样 整座城天衣无缝 如同一个精妙绝伦的雕刻作品 另外父神亲自在这城墙上刻上字具 用金金和碧玉筑成的城墙上 字具时而玲珑闪现 时而消失隐约可见 父神因因记录了这城的主人 一个儿子因爱父神所行的一切 为主而流的汗与泪水的每个瞬间 神都一一记录在内 这正房有通往内部的十二扇门 正房极其广阔 即使有十二扇门 门和门之间的间隔也相当遥远 门上方呈拱形 每扇门都刻有钥匙图案 钥匙图下方分别刻有天国字体 当然这字是用宝石刻写成 每个门都用不同的一种宝石装饰 下方有对每个门的名称的说明 父神将这座城的主人 在这地上所行的一切 都集中表现在十二扇门上 第一扇门是德旧之门 上面有这座城的主人 引导全世界万民众灵魂 走向德旧之路的说明 德旧之门旁边有一扇 名为新耶罗萨朗的门 门的名称下方 贴有引导众多灵魂 进入新耶罗萨朗的说明 其次是诸多全能之门 首先是全能四个阶段的门 其四阶段的创造的全能之门 以及至上创造全能之门 这些全能之门上都说明了 用各种全能医治无数的人 将荣耀贵父神的内容 此外还有启示之门 上面有领受无数启示 明确解析圣经话语 并正道的说明 以及如何领受神启示的说明 另外还有业绩之门 这是纪念历史性封宫尾纪的门 并且还有祈祷之门 这是纪念此人为成就父神的旨意 恳切祈祷 为众灵魂哀痛祈祷的门 最后还有蕴含战胜了 仇提摩鬼撒旦之意的门 上面附有 就算仇提摩鬼撒旦想要加害 想要使人陷入绝望 也凭心息和爱战胜的说明 现在让我们通过这扇门 到正房内部去看看 那么直到进入正房内部 进入正门是特别的远 说起来简单 但中途还要去参观 有时会有天使的引导 而且还会常坐自用云车 到中间门 然后进入到里面 距离是相当遥远的 马丁说明 听起来是挺简单的 现在让我们通过这扇门 到正房内部去看看 正房内部城墙 也有很多图和字举装饰 下面就介绍其中一样 在这世上如果爱一个人 或经常写闺放的名字 写在手册或日记板上 写在海边沙滩上 甚至还有人刻在树和石头上 因无法表达自己爱意 所以总是写对方的名字 就像这样 这个住宅正方前的金板上 只刻着三个单词 那正是父字 主字 还有我字 父 主 我 如实表现了此人 对父神和主 无法用语言 无法表达的 通过这十二十安门的其中任何一个门 就会到达一楼宽敞 宏伟的云形大厅 这里是可供与众圣徒一同举办宴会的宴会厅 地板如白色玛瑙 镶嵌着各种美丽的宝石 发出灿烂光辉 天鹏各种宝石制成的吊灯和谐的装扮 大厅中央悬挂着大而华丽的三层式吊灯 天鹏边缘用大小不易的黄金色吊灯 做装饰点缀宴会屏 业会场中央有圆形舞台 以此为中心 放着一排百宝石餐桌 被邀请参加宴会的人们 将按照天国的秩序 坐在桌前相互进行爱的交谈 屋内的装潢全部都是父神亲自折挥 根据城主的兴趣爱好不止 每块宝石的装饰也都有神指点 所以参加城主版式的宴会 本身就是极大的光荣 接下来到二楼去看看 二楼设有好多房间 每个房间都蕴含了 按城主所作所为 给予报答的父神台 有的房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冠冕 例如金冠冕 金式冠冕 水金冠冕 珍珠冠冕 意的冠冕 花式冠冕等 用各种宝石制作的冠冕 也有数多各种宝石装饰了 各种形状的冠冕 拥有如此多的冠冕赏赐 意味着此人曾在这世上 曾多次把极大的荣耀为佛神 除了陈列这样的冠冕的房间之外 有的房间还陈列着各种衣服 和各种宝石的装饰品 大而宽敞的房间里 衣服整理整齐 居由天使管理 有一个房间没有陈列品 但收拾得非常干净 这房间称作祷告式 此人在世期间常常 另准备祷告式 乐于祷告 神以此为纪念 为他象征性的设置 有的房间 当时列着好几台电视机 这房间称作苦恼与哀痛房 在这里城主可以随时打开电视观看 追忆过往 并且可以看到在世期间坐生宫时遭受了逼迫与苦难 为众灵魂留下无数哀痛的眼泪 不算如此纪念他每一个族迹 将他一切往事 珍藏在其中 二楼除了各种房间以外 还有其他特别的空间 设有会见圣经中心之们分享爱 并促息交谈的场所 如果说一楼是宴会厅 室会见宴会厅 室会见一般圣土的场所 那么二楼则是所谓VIP房间 因此比一楼的宴会厅更有气派 格调高雅 例如以利亚 以诺 亚伯拉罕 摩西 使徒保罗等来到这里 就会请到二楼 一起讲述在这世间 如何成就神的国的情形 并彼此分享见证 荣耀贵父神 接下来到三楼去看看 这座层的三楼是非常特别的空间 这是这个城的主人 只与主和父神交通的地方 这是在第四层天的父神 和在主的城的主紧密相连的空间 父神为何安置如此特别的空间呢 那是因为城主及其爱护神与主 并常常思念 这个城的主人因深深地爱着主 所以认真阅读四福音书 为效法耶稣的行迹而努力 如同主服侍门徒一样 服侍并爱所有的人 而且像主一样行极大全能 无数张写了永活神的见证 一想到主就热泪盈眶 思念主的心过于迫切 彻夜难免的夜晚数不胜数 如果没有临到节制的能力 则会因那爱和思念 长城是论炼家 了解这一切的父神 打开了在天国能够尽情地 与父和主相见的空间 他因极其爱父神与主 当亲自见到父与主的容颜 会多么心愁澎湃 幸福与喜乐呢 如果真心相爱 即使长时间面对面交谈 也不会感到无聊或厌倦 这城的主人 也可以在三楼特别的空间里 与父与主紧密相连 尽情进行爱的交流 这三楼是如此特别的空间 从内部结构 装饰品到宝石 装饰的复礼黄唐 其精美度和华美程度 是难以用这世上的源来描述 充满了有别于第三层天的光的 另一个次元的空间的光 再想将说明这正房建筑物之外 其他建筑和各种设施 下面说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今天向大家介绍了 进入新伊罗萨兰本教会一位圣徒 和在圣灵的领域中 规模最大的住宅中的一部分 当然在父神的领域里 都是城 旧约各蒙神的爱的人 房屋都是一座城 与主 与我们的主的门徒 的房屋也是一座城 在主的领域里都是一座城 父神可以赏赐一个人 如此多的奖赏 但是必须要记住 父神必按照公义赏赐 即使是独生子耶稣 直到遵从父的旨意 此在十字架上 因服从最终至高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因此要知道 今天介绍的这城的主人 直到得到如此多的奖赏 付出了相应的顺从与献身 这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因极致爱福神 爱我们的主 自愿而行 其结果 正如爱我的 为爱祂的话语一样 在天国蒙得如此惊人的爱 因此也希望我们所有圣徒 让圣徒们从此在行为和城市上 更加爱福神 更爱我们的主 如果大家比起这世间 比起任何人都第一爱 父神与主 那么大家也必会蒙得 父神无法想象的爱 父神的爱真实而完全 不仅在地上 在天国也会永远长存 奉主的圣明 祝愿所有圣徒们都能蒙得 父神 丰盛的爱 通过一下来接受主牧师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之处的人 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心心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机间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支交会 支声店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 和疑惑的势力 并驱走一切事态和患难 求佛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 并抑制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尾根骨结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出帝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 软弱都退去 光岸进入吧 求佛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 完整焚烧紧禁 击退虐急以及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菌不能进入 求佛保守 求佛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衣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胃病 糖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假装腺疾病 以及最有炎症 也都得到痊愈 也就副食 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间 盘突出症 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那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 刺癌症 抑郁症 躁愈症 神经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事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点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 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 后遇症 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我求你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中毒 也得以洁净 你死的神经系 一般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他的赐语 怀他的祝福 得到怀他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臭地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额魔 都退去 他的重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 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 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进入吧 祝福神赐予您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新盛 凡事新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 在央中 等亡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煮火源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 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名字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预计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望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涙の中 オラルシュ 愛の主 それは命与える救いの道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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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